中科大科学家发现类星体诱导的超级气泡 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学院刘桂林教授 和何志成教授领导的一项突破性研究 确认了三个红类星体中 存在由类星体驱动气流诱导的超级气泡队 这项革命性研究发表在《科学推进》杂志上 天体物理学领域一个普遍的难题 是理论预测的大质量星系数量 与实际观测数量之间的差异 后者明显偏少 暗示着可能存在抑制恒星生成 并控制星系增长的机制 为了调和这种差异 理论学家提出了气流机制 认为在类星体高度活跃的阶段 星系核会将大量气体喷射到星系级空间 然而在过去一直缺乏实证这种气流机制的证据 刘桂林团队过去的一项工作 通过识别中 红一异常明亮的类星体中的准求对流气体 提供了这种证据的首个迹象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辐射强度极高 红类星体倾向于驱动强大的气流 由于光谱学可见性降低 常规的类星体识别方法 常常忽视红类星体 为了规避这一局限 中科大团队采用了北极望远镜多目标光谱仪 发现样本星系的近一半表现出明显的气流 与之前检测到的准求型气流不同 这些新发现的气流呈现为辉煌的超级气泡队 其中最大的一队横跨惊人的六万光年直径 限速达到1200公里每秒 这些超级气泡起源于强大的类星体驱动气流 对星系气体的冲击 目前处于短暂的突破阶段 在这个阶段 它们逃离星系核心稠密的禁锢 进入星系运 团队进行的补充数值模拟强调 这种外流气体的动能 可能是影响母星系演化轨迹的关键因素 从理解气流机制的角度来看 发现这些超级气泡队极有价值 它们的存在 本身就是气流现象的有力证据 仅依靠限速场的过去观测尝试 常常混淆气流和吸流 从而模糊真正的气流检测 超级气泡的发现 不仅消除了这种模糊性 也提供了唯一的方法 来计算气流的能量 并量化它对星系整体演化的影响 虽然过去偶有超级气泡结构的识别 但这项研究是首次在特定的星系类型中 进行全面发现 通过这项调查 该团队进行了首个 对中红仪高光度类星体的系统评估 利用了积分场光谱仪 这种发现有望从根本上 重塑我们对星系演化蓝图的理解 以赞 不是 太震 了